第669集 如果再不回去把弱雪接到昆仑须 真的对不起弱雪了 而且血灵族降临 昆仑须有难 华夏和地球都会出问题 华夏暗殿的实力无法保护夏弱雪 唯有把夏弱雪留在身边才能安心 更为关键的是不知为何 叶仑一想起夏弱雪 眉心就流出滚滚血气和磨气 就好像有不安的事情发生 叶仑眸子一宁 暗中已然下定决心 等丹须塔的事情结束 立马去一趟华夏 叶先生 若寒又唤了几声 叶仑这才反应过来 嘴角勾勒一道笑容 若寒小姐 实在不好意思 刚才把你认成了一个朋友 若寒一听 美眸流动 这么说来 若寒还真羡慕那个叫若雪的女孩 如果有机会 还请叶先生引箭 不如这样 等大会结束 若寒邀请叶先生一起论道 若寒 你干什么呢 若寒见若寒和叶晨聊着 顿时急了 直跳脚喊道 叶先生 担到大会结束 你来我们洛家一趟可好 嗯 这是你师兄 叶仑天交代的 叶晨一愣 心道 我就是叶仑天 我啥时候给你交代 担到大会结束 我得来你们洛家 若寒小姐真是有趣呢 叶道大会 我与你一同比赛 期待我们相互都有好的成绩 若寒轻声细语 明媚动人 好了 这个插曲就这么暂停吧 叶道大会继续进行 灵一丹尊强行从 行天丹尊的衣袍中 将三十尊丹顶取出 摆放在擂胎中 三十尊丹顶 分别排列出三排 每排十位炼丹师 间隔数米 同时 灵一丹尊并取出 三百分补通药材 供给三十位年轻炼丹师选择 记住 你们的时间是三个时辰 最后 以谁炼制品质决定高低 出现同样品质的情况下 以你们一炉出单的数量 来决定高低 此外 一共有三百分药材 你们自行选择 三百分补通药材 其中包括了上古百灵丹 雾灵丹 天皇丹 水丹 火丹等等 每一种 每一种 每人都有三种药材 其他两百分药材 则是更刺一些的药材 以保证多样性 崔月率先取了 雾灵丹的一份药材 他同边上崔絮 崔丸 对视一眼 愤怒的目光 落在叶辰的身上 他们崔家家主 刚刚可就死在叶辰手中 如何能不恨 很快 崔月和崔丸 都被安排第一排 正好就是叶辰的 左边和后边 若寒则在叶辰右边 洛芳以及其他 二十多位年轻炼丹师 依次排列顺序 都做好准备状态 各自挑选了药材 现在开始 随着零一丹尊话音一落 各大年轻炼丹师 迅速行动起来 三个时辰 时间充足 我先炼制一炉 物灵丹 然后再看叶辰炼制什么丹药 找机会压制它 崔月神色猙獰 邪魅地看向叶辰心道 叶辰 这可是我们崔家的主场 你要是能完整炼制出 一颗丹药来 我算你赢 你实力强大 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这一次 论的是丹道 哼 崔月手心道道火光 体内火焰释放开来 经过刚才云彩的凝炼 丹火越发强大 他猛地反手拍在丹顶之上 丹火汇入丹顶之中 燃起白色的烈焰 猙獰时分 较为恐怖 温度直接飙升到了极致 若不是有修为在身 换作其他普通人 面对温度如此高的烈焰 会被瞬间烧死 他抓起两把药材 灵须草 黄颜莲花 冰须草 白雾花 崔月一连挑选数十种药材 分别按量 按次序 加入丹顶之中 随即他盖上顶盖 总身跃上顶盖 指尖营绕道道光彩 一股股血迹力量 汇入丹顶之中 只见丹顶之内受到血气力量的影响 冰须草 灵须草 等药材 最先化开 其次白雾花 天明草 等随之化开 多股药液汇聚在一块 接受丹火的烘烤 逐渐要将药性先后融合 岁月还在操控各种灵药化开时 边上的若寒 双手捏动发觉 飘逸凛然 犹如人间仙子一般 道道星光随身展开 一股无形力量分别拿起一株株药材 扔入丹顶之中 我练一炉物灵丹吧 若寒自言自语一句 眉心闪烁冰光 一股寒冰之力投射入丹顶之中 配合冰蓝色的丹火 开始炼化 融合各种药材的药力 以丹火为主体 再以自身真气或者是特殊功法 力量来化开药材 配合丹火凝炼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第二排第三排的二十位年轻炼丹师 也都是如此操作 只不过他们率先炼制的冰丹火丹 天皇丹等等都是七品丹药 承担时间在一个时辰上下 他们可以先行炼制一炉 剩下的时间再尝试炼制物灵丹 不同于他们 叶晨一把抓着丹顶扔上高空 旋即释放出一股无形之力 将丹顶倒扣在半空中固定住 以我的天赋和水准 直接炼制一炉上古百灵丹吧 也懒得去炼制其他弹药了 叶晨直接取了炼制上古百灵丹的药材 足足三十多种 药材的药性涵盖金木水火土五星 外加风雷兵三种 要将蕴含巴西力量的药材 融合在一块绝非容易之事 但是他可是林清玄的弟子 手握轮回墓地的存在 上古丹药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他伸出左手来 手心猛然燃起一团不灭之火 随手掌心微微颤抖 不灭之火飞入丹顶之中 强烈的烈焰瞬间震出余波 引得周围丹顶剧烈摇晃 若寒催月若芳等人还好 其他炼丹师可就没这么好运了 刚刚化开融合的药液 直接被震开来 又得重新融合 金花 寒冰草 神冰草 草之夜 烈焰化 叶晨依次选出来八珠 蕴含巴西力量的药材 将其一并抛入丹顶之中 然后他单手掐绝 指尖营绕出一道道光彩 有如一根细线一般 萦绕着一种种药材化开 一种种药液融合 他右手汇聚来不灭之火 不断加热丹顶的底部 这夜晨还想炼丹 居然直接炼至上古丹药 而且这动静 似乎有可能承担 我们必须赶快阻止 催旭和催丸 各自加快速度 炼化所有药液 而后直接封了丹顶 朝着夜晨悄然靠近 崔旭手指掐绝 假装炼丹 实则暗中以崔家术法 汇聚出一柄长枪 直扑丹顶而去 若是夜晨的丹顶被击中 丹顶中刚刚开始融合的药液 必定散开 意味着直接报废 又得重新取药材再来 一个人也不过三份药材 能抵挡得了几次消耗啊 找死 夜晨虽然在炼丹 但是灵石早就覆盖开来 别说台上的人 就算是台下的人也逃不过他的查看 眼看崔旭的长枪就要触碰到丹顶 夜晨伸手抓住长枪须影 转过身来神色冰冷 抽出右手 以手掌为刀猛地拍出 崔旭的长枪被瞬间击溃 而后身形更是被切成两半 虚王静的崔旭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夜晨击杀 并磨灭了神魂 啊 崔丸吓得赶忙坐在地上 只要头道 我只是过来看看 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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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 我什么想法也没有啊 是吗 夜晨冷哼一声 可是知道炼丹大会的炼药大会过程中 是允许干扰其他人的 只要不是主动去杀人 就不算犯规 否则要是夜晨发怒 将所有对手都灭了 五大丹尊也别举行比赛了 滚 夜晨怒吓一声 声波穿金碎尸 如澎湃汪洋般将崔丸击飞退出去 崔丸浑身鲜血淋漓 跌落在地上 直接被肿创 勉强吃了颗恢复丹药 只能继续炼丹了 见到此等情况 崔家其他三位年轻炼丹师心头一惊 不敢再起任何歪心思 老老实实炼丹 很快一个时辰过去 丹顶冒出热气 一股股灵力散发而出 一位落下炼丹师 直接打开顶盖 宣布出丹的刹那间 一股股灵力宣泄而出 众人随着他的目光 落在丹顶中时 不由的一阵失落 丹顶中 三颗白色丹药散发灵微 丹药之上有道道灵纹 除此之外 周围还有七八堆 已经化作灰烬的肺丹 没有一点灵力 自然没有半点效果 这些肺丹的灵力 都在他开顶盖时 宣泄而出了 白雾丹尊上前一步 俯视丹顶之中言道 上品天皇丹三颗 你可还要继续炼丹 丹尊大人 我还要继续炼丹 这位洛家年轻炼丹师 继续开始炼丹 开始炼制冰丹 争取下一次 出丹数量多一些 一般而言 一炉丹药的出丹量 分为四等 按照甲乙丙丁四等来区分 丁等一炉出丹一至三颗 丙等一炉出丹四至六颗 乙等一炉出丹七至九颗 甲等一炉出丹十至三颗 十二颗 普通炼丹师一炉的出丹 也有四到六颗 丹尊这级别的炼丹师 一炉的出丹量 也就十颗左右 像是这洛家年轻炼丹师 只出丹三颗 想必是炼丹过程中 出了岔子 上品天皇丹四颗 中品兵丹五颗 下品火丹七颗 白武丹尊一个个丹顶中查看 接二连三开始炼制七品灵丹的年轻炼丹师们 相继出丹 炼制七品灵丹的年轻炼丹的年轻炼丹